我听别人说,我们生活比较轻 我们喜欢多些休息的时间,不需要那么辛苦 其实日本是这样的 日本见到父母这么辛苦,生死死的,又供楼供车 落得很艰苦的生活 现在年轻的人不肯了,还是不那么辛苦 这是普遍的一个趋势 还有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后金融海啸时代 金融海啸其实影响挺大的 当时我们想着经济崩溃世界末日感的感觉 结果没什么,不知为什么 忽然间就好像成功了 大家最近发现机构在延伸 当然我们现在看一些滞后的数据 就是说工作的情况一般 但是我们跟这些朋友谈论 其实很多企业都是在延伸的 当然在延伸之中 有部分我听他说是会搬入上海 我认识不少的公司 是告诉我他会搬入上海 或者是大陆里面 刚刚见到一些,比如麦当劳 他们说他们将来很快 都会将一些培训的地方 人力资源 那些搬入上海 因为香港开的铺 相对内地开的铺的数量是相差很远的 香港可能一年都是开几间 十万八间 内地可能一年是开几百间 都不奇怪的 所以香港是有一个好的前景 不过是有点担心 就是可能经济的重点慢慢不移 另外就是对一些知识的 叫做knowledge worker 亦做一些知识工人 好像很奇怪 就是需要用食路的 食路的人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 这些公司 有这个要求的 还有一些主要 现时很多主要的工作的崗位 仍然是比所谓Generation X 就是那些 好像我这样的年纪 或者比我更大的人 是控制住的 OK 所以大家在文化上 是有不少一些所谓gaps 一些落差 大家期望是有些分别 因为大家可能在那个 就是来自不同一代 不同年代 好了 我们现在的环境也是比较 全球化的 大家可能很全球化的思维 但是我们一代 因为在我工作的时间 初初入行 我们连手提电话都没有 我们用的 就是叫做 我印象的 天地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些电话 拿着是不能动的 一走就断线那些 拿着 还要在地铁那些 才能用的 我们的年代是这样的 我们用的是大水壶 初期的那些 这些 在今时今日 大家已经是很微型的 iPhone 一脚踢 搞定 我听说Google的 刚刚出了没多久 这些都是大家 很熟悉的 一个全球化 高科技化的环境 还有 很多的 刚刚出来工作 十年左右的朋友 其实 已经遇到两个 经济衰退 比较密的 我们的年代 十多二十年 才遇到一个 大家很幸好 一出来工作 就有两个 有些 这些都是以前 不会出现的 事 好了 大陆说了 发展很快 还有 工作市场比较 比较 竞争很激烈 我一次 和 Swatch 和他们聊天 他们说 请人 其实都 有要求 有要求 因为 做零售 其实都辛苦 最怕遇到那些 就是 来见工 没多久 然后上班 很快 经常放病假 经常又不舒服 打电话去 他好像 太清醒 不知什么原因 不是很勤奋 不是很拼命 其实他比较怕 但是 请人的过程里面 也很难分 外边的会不会是这样 见的时候 很醒神 但是上班没多久 越翻越轻 越翻越轻 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有很多 concern 这方面 还有期望的人 是有进步 是可以处理很多东西的 你看看现在的市场 你都知道 那些人的要求很高 对吧 那些小客人 动一下就会投诉 现在一来晚主 叫做 投诉文化 要处理投诉文化 不是很容易的事 尤其是年轻人 糟糕 怎么处理 可能在家里面 你的生活里面 很少有人会投诉 在家里面 但是在市场里面 这种情况 客人的要求很高 所以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 都有一定的困难 好了 我约会讲了一些背景 那些背景就是 讲的 现在现况是怎么样 现在市场现况是怎么样 我想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那些背景就是 有一天 在一个公园里面 当然这个是故事 你听 当故事可以听 有两个年轻人 走 走走走走 突然间 后面有老虎走出来 老虎 那这两个年轻人 怎么样 走了 其中一个 就马上走了 另一个怎么样 在他的背囊里面 拿一双鞋 然后穿上这双鞋 然后走了 走走走 穿上这双鞋的人 很快就追上去 追到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就问 你是不是傻的 你不是 你穿了一双鞋 可以走赢的老虎吗 旁边的人说 不是 我打算走赢你 现在世界的状况就是这样 你起码要做到 就是你的装备 是比你周边的人 比较劲一点 这个更容易 所以 我们稍后看看 究竟如何装备自己 在这个市场里面 如果我们更加好 装备自己 我们的机会会更加大 当我们真的工作 有表现的时间 其实我们在任何地方做事 都可以有好的表现 好了 那我第一段说完了 很快 我们的同事跟我说 80后 没什么耐性 你再说久一点 躺下 其实我研究过这个原因 为什么80后 会不会这么 听不太久 就会受不了 我想做一个统计 好了 昨晚九点前睡觉 请你举手 10点前睡觉 请你举手 一个都没有 11点前睡觉 请你举手 都有三两位 12点前睡觉 请你举手 都有几位 1点前睡觉 请你举手 就知道你有什么情况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我 面对一班朋友 他们 昨晚三两点才睡 到现在七点钟 有些吃完饭 有些没吃饭 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像你们那样 是不是正常 所以呢 早点睡觉 回家 尤其是当你见工的时候 那样子一定要醒神的 OK 我们继续讲一下 有些什么准备 Job Interview 要做些什么 公司呢 其实是有需要找一些人才的 事实上 每一间公司 如果他要做得好 他要越做越大 人才是必须的 一个部分 他们追求些什么呢 如果有好的教育背景 读多一些书呢 是比较好一点的 事实上是的 因为呢 大家都竞争 如果你装备多一点 是会有优势的 当然呢 如果你不断装备自己 读完一个又一个 但是 人呢 和社会有些脱节 态度不良 这样呢 你读很多书都没用的 因为呢 在见工的时候 僱主是会看你的态度的 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呢 有本书叫Blink 你有没有听过 Blink Blink 决策一瞬间 中文版本好像 作者呢 叫 Malcolm Malcolm Gladwell 这位朋友呢 就很出名的 一个人 他写一本书的时候 他说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人做决策 是在说信息那种的印象 信息一刻的印象 所以有时候见工呢 你走进去那一刻 他已经决定了你的生死了 有这样的可能 当然 你如果 是给他印象好一点点 你可能 他会观察时间会长一点 但是 你想想 很多时候他们见很多人 什么一天 还有日不断地见的 多数有些直觉 有些靠直觉 有些就觉得 这个也是不行的 都有些偏见的 所以印象都挺重要的 所以 见工的时候 这件事要考虑 态度 你的人品 对不对 这些都是他们考虑的元素 还有呢 在见工的时候 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个人的信心 自信心 其实很多年青人 在见工的时候